这段时间尤其是天王郭富城曝光恋情以来 网红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变得特别高 而除了郭富城 还有不少艺人的女友都和网红相关 网红究竟是谁 他们如何认识网红 他们又如何结识天王 拿好纸和笔 我们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 郭富城的女友是网红 罗志祥的女友是网红 林更新的绯闻女友是网红 王思聪的己任绯闻女友也大多是网红 也难怪有人会调侃2015年都市浪漫爱情伦理喜剧 我们的网红女友正式开播 网红是什么 顾名思义网红就是网络红人的简称 而如何成为一名网红 曾有余平人把网红大致分为四类 有颜值的 有才华的 胆大敢说的 以及有钱的 根据这一分类 不一定女的才是网红 也不一定只有美女才是网红 希里哥奶茶妹妹 属于凭一张照片红遍网络的早期代表 郭美美无疑是炫富类网红 如今的毒蛇变手 马薇薇算是才华系网红 不过基于传播规律 美女成为网红的机会还是更大一些 我有一次在机场上面遇到一个粉丝就坐在我旁边 我一上飞机就睡到下飞机 下飞机的时候他突然叫我男生 你好 后来他还送了我很多吃的 还要说要送我到家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1991年出生的男生本职是模特 2012年前后凭借在豆瓣网上一系列复古照片 而在网络走红 在微博拥有将近200万的粉丝数 而像男生这样模特出道的网红不计其数 郭富城网红女友方圆就是多家杂志 预约模特 林更新绯闻女友王柳文 作为网红的标签之一也是模特 面容江好的他们 偶尔上个电视节目也是常有的事 大家好我叫王柳文来自四川达州 你现在是在读书还是 高三毕业 按理说男明星通过工作活动 结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并不稀奇 和其谈恋爱甚至结婚生子也十分常见 马景涛和吴嘉宁相差20岁 其情和孙丽雅相差29岁 要说更出名的吴气龙刘诗诗 刘凯威 杨幂 黄晓明 卑鄙 也都相差十几岁 但是和以上几对收获一边倒的祝福不同 拥有网红女友的几位男星 特别是郭富城首度公开女友后 随之而来的却是各方负评 连郭富城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 要说争议的点 首先是在大家的观念里 网红基本不务正业 主业是嫩膜 副业开网店 平时没事晒自拍 最爱修图拼照片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修片师 你也知道就是很多 就是大型修片公司会把一些私活散给 就是像当时我们这种无知少 无知少男少女 然后当了一个网红 修片时大的网红虽然出条 但也容易造成长相基本一个样 以郭富城女友和罗志祥女友为例 督嘴照 青春照 你能傻傻分得清楚谁是谁吗 类似的高鼻梁 锥子下巴 还有神殴双眼皮 男神你们确定不会领错女友回家吗 再看看他们疑似整容前的照片 难怪有网友调侃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脸同鼻同一生 而由于大部分网红同事也是淘宝店主 比如罗志祥女友周杨青 王思聪女友雪梨 他们通过网络晒出的大部分照片 是包包 衣服和鞋子 有意无意晒出名牌是常有的事 这让不少年轻女孩会误以为 只要整个脸开家淘宝店 多嘴卖萌露个腿 再和男神约个会 从此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专业能力什么的不是最重要的 这样有时偏颇的价值观 必然引起大家的一些反感 网红界也不是没有正能量 奶茶妹妹凭借自身实力 考进清华 男生张心愿 黄灿灿 则签约公司开始演绎生涯 对于他们来说 希望得到的自然不是 昙花一泻的关注 而是靠人品 靠作品 被大家长久的记住 可能我的外形没有就是大S那么的好看 但是我也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角色 新闻再信 综合报道